中俄領袖通電話討論新型發言疫情 國家主席習近平昨晚和俄羅斯總統普京通電話 習近平說俄羅斯防控工作成效逐步顯然 會繼續堅定支持俄方 國際社會應該發揚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精神 攜手打贏這一場 關係到各國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的保衛戰 他又就前蘇聯為國戰爭勝利75周年 向俄方致以節日祝賀 普京就說願意和中方加強全面戰略協作 並且反對個別勢力借疫情指責中國